苍州举人流失欲驾,有间书房被胡经占了,这个胡经大白天同人对话,扔瓦片石块打人,只是看不到他的形状,担任之州的平原人董四任,是个好官,听说这件事后就亲自来驱逐胡经。 正当他在大谈人与妖目数不同的道理时,忽然房尹那里传来响亮的声音说,您做官很爱护百姓,也不捞钱,所以我不敢打您,但您爱护百姓是图好名声,不捞钱是怕有好患,所以我也不躲避您。 先生还是算了吧,不要说多了,自找麻烦,董四任狼狈的回去了,惊惊乍乍,好几天都闷闷不乐,刘世玉有一个女佣人,长得粗粗笨笨的,只有她不怕胡经,胡经也不打她。 有人在与胡经对话时问起这件事,胡经说她虽然是个卑贱的佣人,却是一个真正孝顺的女人喝,鬼神见到她,尚且要脸际退避,何况是我们这样的呢? 刘世玉就叫女佣人住在这间房里,胡经当天就离开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